Hello,我是来自于南京音乐广播FM103.5的晚高峰DJ桌群 今天早上在整理新歌的时候 看到王俊凯在昨天毫无预警的发布了一首最新的单曲《Beautiful》 那听完之后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继去年《Ingoil No Love》之后王俊凯的第二首纯英文单曲 我听完的第一感觉是 这一次无论是从音乐制作还是演唱上面 都要比去年更加的成熟了 而且当我发现王俊凯这次尝试了《Minimal House》的新风格时 我还真的有点小惊讶 不过同时呢,也对王俊凯音乐上的再度突破感到高兴 其实从去年开始 王俊凯就已经有在音乐上面尝试很多新的风格了 像《Ingoil No Love》的《Future Pop》 流星的《Hard Trap》 再到这首《Beautiful》的《Minimal House》 我觉得每一次尝试 其实都能看到王俊凯在音乐上一种新的可能 也能感受到王俊凯 现在的音乐理念和想法也越来越超前了 这首《Beautiful》是一个《Minimal House》的风格 其实更应该说是《Minimal Techno》衍生出来的《Micro House》极简好事 简单来讲就是一种极简的过程 在不断重复节拍的渐进过程中 来发散一种音乐的置换魅力 这种风格还会在音乐当中加入很多细微的合成器元素 我很喜欢这首歌铺底古典的感觉 副歌部分的古典 我甚至还听到了一些雷鬼的风格 那种墙内的古典和音效的出现 和整体《House》的风格一结合 还蛮巧妙的 包括歌曲上段落的设计 一上来预副歌进的那一小的rap也很惊艳 这一段rap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助推器 虽然不是特别炸的那种flow 但是整个节奏一出来 都会为紧接着到来的副歌做了一个很好的预热 而且在边区上也很好地配合到了这一点 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A段最开始的四句 鼓是很轻的垫在下面 进到rap段之后呢 鼓的节奏马上就打起来了 一直到副歌部分都是保持着这样一个律动 除去鼓边的很有想法之外呢 我觉得后半段逐渐加入了电子态效果器 也很好地营造了这首歌的迷幻的氛围 那中间桥段和鞋尾合成戏的solo部分呢 加入了set chain 也让整首歌那种抽吸的张力更加的明显了 也算是完成了编曲上极简号式那种 从简单到丰富情绪渐进的一种设计 说完编曲来聊一聊王俊凯这首歌的演唱 虽然他之前没有尝试过这类的风格 但我觉得王俊凯的声线真的太适合这种节奏强烈的电音歌曲了 王俊凯有着非常好的嗓音条件 他的音色呢有一些偏沙哑 但颗粒感却很强 我觉得他的这种音色 当在电音歌曲里面融入一些效果气质之后呢 很容易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首歌其实真的很难唱 尤其是副歌部分需要用到大量的假声 在我听第一遍的时候 副歌You are beautiful那一句刚一出来 我还恍惚以为是一位欧美歌手来唱 而且王俊凯在这里呢加入了弱魂的技巧 在K上本身就偏迷幻的一种编曲 我觉得整首歌营造了那种性感且魅惑的朦胧感 而这种性感呢 其实除了副歌之外 整首歌开头的那句 Beautiful so beautiful更是如此 我相信没有多少女生可以抵挡住 这样的一个性感坏腰的男生 当然整首歌大部分的中高音区的表现 王俊凯也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在3301秒的另一句 我的VUR 它的最高音已经到了A4 而且整首歌 王俊凯在G4附近的稳定性也越来越好 我能发现王俊凯的音语 其实在近几年的学习和练习中 不断地扩大 也确实让人感到惊喜 最后呢来简单地说一说 这首歌的利益 我觉得也十分不错 每个女生都是最美的独一无二 歌词呢描述的是 男生脑海当中关于初遇的一种美妙形象 沦陷在爱意当中 内心的那种波澜起伏 但我更觉得这首歌 是想让所有的女生 都可以大胆地去做自己 今年李宇春的那首《无价之》 也像Beautiful歌词一样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so good 你的样子让我感觉美好 所以真的希望所有的女生 都可以自信起来 勇敢地去做自己 因为你真的本来就很美 不知不觉 王俊凯也已经20岁了 那今年的王俊凯 其实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 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不只是在音乐上面 在各个方面 也都让人看到了一个 更加优秀的王俊凯 所以还是希望王俊凯 未来不论是在音乐上面 还是影视上面 都可以继续努力 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当然呢 也欢迎各位 可以经常地锁定在 我们的音乐调频 FM103.5 多谢